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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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不缺打车的钱 大叔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啊 我家不缺钱哪 我喜欢你呢 不是因为你钱多 而是因为你长得帅 读书多 还一副苦大仇生 我们全世界都欠你的表情 我觉得 特苦 下去 你现在再给我下去 请大家注意安全 开车吧 空调开大一点 你这个人就真的没有一点自尊心吗 说了没有了 你为什么要问两遍啊 不过你真这么好心的话 可以把你的氛围一点 我也不介意 毕竟呢 不劳而获的东西 我都喜欢 停下车 我要去买下雪糕 好 等我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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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雪糕也太难吃了吧 一股廉价的人造奶精的味道 等我以后赚钱了 一定给你买好的 全是好奶油的那种 就你 就我 你别态我老吹牛 我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 你还真知道自己老吹牛啊 我看你除了凡人 没有别的本事 大叔 你是不是认识很多 好看的小姐姐啊 像上次送回家的那个 是的 我认识很多 但是上次那个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对她真的就是 我觉得她对我来说 还是个有用的人 你这是在向我解释吗 我倒是没有吃醋了 我就是觉得 那么好看的小姐姐 我虽然是有点嫉妒 但是呢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类型的 我就认输了 我虽然是很喜欢大叔你 但是呢 绝对不会按照你的标准 去动刀子的 所以 如果你喜欢那个小姐姐的话 那我 我没有喜欢 那你有喜欢的人吗 有 以前有 不过好久都没有说过话了 我对她我已经分不清楚 到底是喜欢 还是愧疚 奇怪我对你说这种东西干吗 是那个名字跟我一样的人吗 是的 那她漂亮吗 很漂亮 比我漂亮吗 比你漂亮太多 果然 男人都是看脸的生物 把树你也不例外 我太伤心了 我要先缓缓 先走了 喂 凭什么你先走 有没有基本的礼貌 书上说的 如果你想要勾引一个人的话呢 就让他看着你的背影 这样他才有喜欢你的可能 神经病 我走了 好好看着我漂亮的背影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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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这个围巾丑 但是是我自己知道 很暖啊 你知道吗 那条围巾 我一直都没有舍得戴 因为我害怕戴久了 怎么 连那条围巾上 你仅存的味道都没了 自从你离开以后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这个世界对我来说 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自从你离开了以后 这个世界对我来说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只为一个人难过 一个人愧疚 你知道 最让我难过的是什么吗 我好像 连我们在一起 恋爱时候的感觉都快忘了 这是我最害怕的 我只记得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就是我 别人都不能理解我 就只有你能理解我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我是吸血鬼这个事 我应该早一点离开你 或许那个样子的话 你就会像那个小不点儿一样 开开细心地活着 我怎么说到她了呢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跟你同命同情 我就把我心里所有的愧疚 都释放到她的身上 也算一个出口吧 也算一个出口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救活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曾经有人可以起死复生 那你也可以 你自己的愧疑 等你醒过来 离我远一点 忘了我是谁 忘掉所有发生过的这件事情 你会有更好的生活 我保证 我愧疑 施衙 秦燃 好点了吗 好多了 已经没那么疼了 今天的衣服真适合你 穿起来特别好看 设计师设计得好 以后还想跟他合作呢 不过今天 不能看你走梯台了 我要带心迁的艺人 去电视台参加节目呢 没关系 这里的工作人员 对我都挺好的 去忙吧 那你今天加油哦 期待看到你美美的照片 拜 事情办完了 高阶吸血鬼在极端情绪下 足以爆发出致死人的能量 所以 这一次应该可以知道 李世雅是不是高阶吸血鬼了 就等结果了 你又干什么 这次不管你用什么来贿赂 我姐的行踪 我都是不可能告诉你的 你为什么不去问辛巴哥哥 不去问清然姐姐 难道是因为我比较好贿赂吗 这个 是一个限量款 之前看你发微博说 没有买到 你 你快盖上 这可贵了呢 别让别人看见了 这可是限量版 不过这不是已经绝版了吗 你从哪儿买到的 你姐姐没有跟你说过吗 我写书还是蛮赚钱的 很多品牌 也会送过一些东西让我使用 你想要的限量版 我都可以送给你 你想知道什么 不过千万千万别说是我透露的 你姐姐现在在哪儿 你怎么在这儿 主办方邀请我过来看秀啊 怎么 你不知道我现在人气很高吗 不过你最近倒是很爱参加这种活动 电视台也去了 秀场也来了 对了 下周的哈喽杂志的晚会 你不会也要参加吧 我记得你好像是什么神秘作家的人设 人设这种东西 可以随着我的行动状态而改变 我现在想走偶像作家这个人设 可以倒是可以 不过你要是有什么别的想法 就趁早放弃吧 您对这场秀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呢 您对这场秀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呢 我非常期待这场秀 我非常喜欢这场秀的风格 同时我非常期待 李世雅小姐 她的T台秀 传闻中您跟李世雅小姐关系匪切 看来确实如此 那么这次您是特地来支持 李世雅小姐重返T台的吗 没错 传闻是真的 我跟李世雅是最好的朋友 同时这一次也是为朋友而来 不光世雅 还有我的设计师朋友 这不是前段时间 参加访谈的江志浩先生 那个作家 不好意思 你们 认错了 眼睛真结 江志浩也是我的好朋友 你要是为世雅而来的 就赶紧给我回去 不然的话 我把你低落出去 还是你自己现在就回去 我是不会回去的 西马先生 担心我很少来这种活动 会不适应 我虽然很少来这样的活动 但是对时尚 还是蛮感兴趣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今天采访时间结束了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 来 这边 不好意思 各位 真的不好意思 我只想要你 我只想要你 为什么还要出现在这里 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世雅好不容易可以开始正常的生活 为什么要打扰一个好好生活的人 因为在我眼里 就算我和世雅分手 我们的感情 也从来没有变过 所以 无论是重新开始也好 开始新的生活也罢 我都会以我的方式去争取世雅 但是这一点也无权感受 我真的很不高兴 先是世雅喜欢上作为人类的人 已经让我非常不高兴了 现在 你这样死缠烂打 更会让我不耐烦 所以 不要强求一个不爱你的人 也不要去打扰一个好好生活的人 我想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应该都懂吧 是啊 不要强求一个不爱你的人 这个道理 你应该懂吧 我懂 我也明白 相对于你我的优势在哪里 毕竟我们都是同类 而你 只是实物 如果施养 能爱得上同类的话 那也轮不到我这个食物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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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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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各位媒体朋友们 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件小小的状况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 谢谢 好 记者哥哥 你相机里的卡 可不可以给我 怎么可能 我拍的独家照片怎么可能给你啊 就算你跟李世雅传过匪文 但这个事情啊 你不应该管吧 真的不给我吗 再不给 我可能要生气了 记者的话素材就是生命 我是绝对不可能给你的 你等着出报道吧 李世雅都这个样子了 这样维护他 不是断送自己的路吗 我会不会断送自己的路我不知道 但哥哥要是今天不把照片给我 哥哥的路 可能就在今天断 你这样我是可以告你的 告吧 告之前把卡给我 还有你的手机密码 你应该不想再晕一次吧 再晕一次 可能就没有办法 这么舒服地躺在这里 手机 真的有没有办法 这种不需要oxp 就不去了 就是个大伙子 就与他的已经俩 Council 是不过非 很 Cecils 红丝的 我是秦的 reon 快走 就是有点擦伤 其余没问题 不过这高跟鞋 是怎么回事 最近给模特 都穿这种鞋子吗 谢谢医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我这不是你的责任 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一起解决 一起承担 只要你告诉我 你走吧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我等下就走 你都瘦了 你都瘦了 我说过了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你不要再让我动摇了 我求求你 我说过 我是不可能接手的 在两个人相爱的情况下分手 你肯定有什么 没有告诉我的理由 我不爱你了 你看着我眼睛说吧 你只要说了 我就相信你 你不爱你了 我不爱你了 我的施雅 还是不会骗人 不会撒谎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跟我在一起有多危险吗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那你说呀 那你告诉我呀 虽然 我是一个人类 但是我比你想象中的 能够承受 还要坚定 是 我是知道的事情少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 你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自己又要好吗 那你怎么说 你咱们去哪 ca 我那么先想到我 我刚才想到你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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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